這間到底是怎樣 怎麼會這樣 這個瓶泥 空空空空的這樣 奇怪怎麼會沒有大泰瓦 這種的在日本是真有名的 叫做一個 這個安藤宗雄 他的作品都是這樣的 這個沒有大泰瓦 有一個課點就是容易流水 但是工夫好的 當然就不會流水 那麼這個是由台南主義建築書 他曾經跟安藤宗雄 安藤三個都做過多少 所以他有哪含安藤的風格 有哪含說真有研究 那麼你要注意 除了這個上面沒有泰瓦 以外 其實這些都這樣 照到我們扁扁扁扁 很光滑 也絕對沒有那種所謂的 啵米香 什麼啵米香呢 我們這個水泥如果沒有做好 你就看那些水泥 那些水泥 就這樣一顆一顆 像米香 那種啵米香 這個怎麼要入味 這個奇怪 門口就在這裡 你為什麼不直接走入味 沒有 他要用日本食的回油 回油 這樣怕走去 慢慢走 這樣洗入味 這裡還有水泥 可以讓你看 魚什麼都有完就對了 這種的清水膜 會見到 這間其實是賣蛋糕咖啡 這間的千層蛋糕 非常有名 有哪有做到很多 有創意的蛋糕 我們一起去看看 這間是一個咖啡店 全部用到清水膜來打車 買一味不是一隻走一味 要經過一個回的空間 以前還有一個水泥 這間很有安藤中小的日本味 這就是台南民建築師 毛生薑的作品 這間深藍咖啡 它的千層蛋糕非常有名 整個建築物的通透性也很高 整個清水膜的技術也做得不錯 都沒有一顆一顆的麵香 我最愛吃一種千層蛋糕 因為我曾經在東京的日本酒 那個地方 看人在做千層蛋糕的時候 是一頂一頂把它磨掉 在清水膜的建築裡面 來吃下午茶 一杯咖啡 割到一份千層蛋糕 實在很幸福 所以我們現在沒有幾個地方 那是比較包複裙的 一杯咖啡 所以我可以放一半